第17题 与之氧化钾中甲与氧的原子数比为2比1 则甲与氧反应产生氧化钾的反应下列何者正确 那么这一题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靠 我们所谓的化学变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及事物没有发生改变来判断谁对谁错 因为每一个都是前面有一个钾 后面就有一个钾 前面有两个氧后面就有两个氧 但是我们可以从化学室当中 我们知道钾的分子式化学室是K 所以不会是K2 所以B是错的 我们知道氧的分子式化学室是O2 所以不是O 所以猪也是错的 那我们回来看我们的所谓的2比1 这个所谓的KO2 所以就表示钾比氧的原子数比是1比2 而它上面要告诉我们要2比1 所以这1比2是错的 所以选项A也是错的 那么刚才讲过的这个2KO 但你知道不对了 2KO的意思是有两个KO 那么一个KO里面呢 它的K跟O的比呢 应该叫1比1 那也不是这里的2比1 所以它这个也当然也是错的 所以只有这个K2O 表示呢 我们的K比O呢 有两个K比上一个O 所以2比1才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所以答案要选的是K2O 可是刚才已经讲过了 猪选项是不对的 因为O的分子式呢 应该是O2而不是O 所以答案不会是猪 所以我们就只剩下K选C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钾和氧的反应 产生氧化钾反应是何的正确 我们答案选C 4K加O2 生成两个K2O 这就是我们第17题的答案